大家好,我們來看看如何使用Google地球的MovieMaker來製作這樣的影片動畫 OK,那在我們的Google地球裡面呢,你進來之後,如果各位想要有比較乾淨的動畫,其實你可以把一些這些地理的分界啦,把它先隱藏起來,在我們左手邊,在左手邊這邊 這個地方,有一些邊界的名稱啊,相片啊,還有3D建築,海洋,您可以看有沒有這個需求,如果沒有也可以把它隱藏起來 另外呢,我們上面這邊,上面這裡,有位置的部分,您也可以把您的位置隱藏起來,例如我現在在這邊,這就好多個我曾經加入過的這些地點 好,所以你如果不需要也可以把它隱藏起來,這樣就不會看到了 那,在Google地球的部分,有兩種製作方式,工具是在上面這個地方 有一個工具裡面的MovieMaker 好,您點進來之後呢,這邊就有兩種,一種就是直接使用滑鼠跟鍵盤來做所謂的即時的錄影 另外一種就是利用所謂的遊覽 那一般來說,我們當然比較建議大家,你可以利用遊覽的方式,先把你要製作的地圖動畫把它儲存下來 再來利用MovieMaker的產出,這樣的話,您要控制相對比較容易 現在我們來看看怎麼樣把你想要加入的地圖動畫的地點,先把它找出來 例如,如果您想要找到日月潭,您就可以直接在這邊先用搜尋的 那他就會找到我們所需要的地點 好,找到之後呢,您可以選擇從這個地方把它加入到我的地點裡面來 好,或者沒有加入也沒關係,我們可以透過記錄 這樣你就可以看到你所查詢的,曾經最近查詢過的這個景點就在這邊 這樣也是可以 那找到你所需要的這些景點之後呢 現在我們就可以開啟這個遊覽,記錄遊覽的這個功能 按一下 在左下角的地方,你會看到有出現一個錄影還有麥克風的部分 那在麥克風的部分呢,您可以就是遊覽的時候呢 直接錄音也是可以的 那我們現在呢,就先找到這個日月潭了 你可以按一下這個錄影的動作 接著呢,就看你要到哪個景點 我們就點兩下 這個時候呢,Google地球的部分,它就會帶我們到這個景點去 那如果你確定這樣OK了 您就可以在這個地方按下停止 這個時候呢,Google地球會將這個導覽重新播放一次 讓您再確認一下 如果沒有問題,就可以直接按下儲存 把這個遊覽 儲存成一個名稱 待會我們就可以用它 來輸出我們的影片 現在我們就要來看一下怎麼利用MovieMaker來製作影片的部分 但是使用前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您剛剛的遊覽還沒有把這個地方關閉的話 它就會造成像這樣 MovieMaker工具無法使用 所以您必須要先關閉這個遊覽 才有辦法使用MovieMaker 進入MovieMaker的這個視窗之後 您就可以從這個地方選擇 你已經儲存的這個遊覽的名稱 接著選擇你要輸出的位置 你的影片的大小 再來就是影片的編碼方式 它的畫質 最後就按錄製影片 那麼在開始錄製之前 您可以先看一下 假設我們剛剛在這邊已經增加了這個遊覽 那您會發現在畫面上 因為遊覽會同時把我們景點的這些位置的打開 如果您不希望它有錄製的時候 把這個地方也一起錄製進來 您就把這個位置的這些景點記得把它關閉 這樣我們在錄製的過程 就不會有這些內容干擾到我們 按下錄製影片 這樣MoomyMaker就會開始幫我們進行影片的輸出 輸出時間的長短就取決於您移動的這個距離 請記錄製影片 請記錄製影片 感谢观看